这石头和这个耳种 它的肉感会润 会有嚼劲的那一种 它的皮比较厚 比较有口感 离拜老爷只有不到七小时了 于正中回到自家卤水房 和其他卤水店不同 他除了留三分之一作为喂饮 其他的卤水都不过夜 于正中认为 百年老卤 只是经营者的噱头 过度加热与翻煮 而产生的重金属 对人的健康不利 卤料 所以从开店的第一天起 他就坚持每天过滤 再加新药材和酱油 重做卤汁 潮汕地区卤 潮汁卤是带甜的 南沿卤带咸的 我们城海卤鹅呢 就是清淡一点 要卤的盐质 盐味的那种 鹅先摘好 洗出内脏 洗干净 然后放干 再拆一下盐 隔半个钟 再来卤 鹅的大小跟卤的时间成正比 老鹅放下卤水盘后 在不断翻滚中 让鹅身均匀地吸收卤汁 年龄不同的时间 卤的就不一样 两年的老的话 最起码两个钟头以上 潮汕人对拜老爷的重视 既是一种虔诚 更是一种信念 只有初中文化的仪状中 小说自己不善言辞 但心理清楚 行动永远比想法重要 既求老爷保佑 也鞭策自己 永不止步 在老广的食谱中 鹅的品尝方式繁多 能置根于老广味蕾 记忆深处的 除了卤水鹅外 还有烧鹅 烧鹅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时至今天 他已是老广迎兵待客的必备 在传统粤菜师傅看来 烧味是烧和卤的结合体 遍地开化的烧味大 但凡看见排长龙的 必定有一两个 让老广们想起就直咽口水的 招牌产品 每天来的一般来的 烧鹅和烧肉 买鸡的那些多些 多数的那些 三十三十五 九年前 祝锦信凭着十七年来 专做烧味的地契 带领徒弟们 撑起了这家 粤菜老店的烧味部 作为长出大佬的 祝锦信 是如何让一只鹅 一块肉 成为老广 趋之若鹜的美食呢 早上六点 祝锦信和徒弟 准时出现在 这条充满烟火气息的老街 食材是保证充品的基础 拔好了这一关 才可能催生出 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 深谙此道的祝锦信 多年来的早起 只为鲜鹅 制作烧鹅的第一步 是清洗 怎样保持鹅的完整 祝锦信有严格的要求 收货 就看一下它有没有鱼血 或者裂痕 如果有裂痕 烧出来它就会爆开 如果有鱼血 它就会黑 腌料是稍微最核心的灵魂 每份腌料的背后 都有师傅的心血 初创改良 适时调整 近三十年来 我们总结了一个经验 就是每个地方 那些客人的要求口味 都是不同的 特别这边老城 那个要求口味 比较偏淡小小 腌料需要均匀地灌入鹅的腹腔 再用铁针缝合 使脂味不致露出 胀满的鹅 则是用气腔 从鹅颈沙口处 深入颈腔 将空气打入鹅体皮下脂肪 与节地组织之间 打起的时候要打均匀 没有可以打烂到 打包到 打起之后呢 就没多需要 感到鹅身那里 感到粒了就没有 上肥的时候 就没那么漂亮了 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 鹅皮变得更加紧致 让鹅皮更加爽脆的奥秘 却是柱锦性自家调配的脆皮水 放进风干箱前 混一遍脆皮水 是必要的环节 鹅的风干过程 需要五个小时 在等待的时间里 锦师傅开始了 其他烧味的制作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 烟料慢慢地渗透到肉层深处 三十只鹅 二十斤花肉 五十只鸡 这是店面制作量的上限 为了保证每一次的出品 锦师傅只能控制数量 烧味的制作 某种程度上也是厨师心性的考验 无论是烧火还是烧肉 火候的控制都至关重要 这些是我们走楼一直以来 都保持传统的烧法 就是用木炭来烧 这些木炭就可以保持温度 和火候都强得比较均匀 烧出来的东西 肉香味各方面的色彩 漂亮很多 烧鹅的烘烤过程 需要五十分钟 先是蒙火烤 通过高温可最大限度地去除表层油脂 直到鹅肉熟透后 再改为温火慢烤 师傅需要不断观察鹅身的颜色 来控制火候 烧鱼这个东西 烧鱼这个东西 一定要考虑师傅的注意力 和内心 这个东西重复来重复去 是没有时间准备的 所以稍不注意 烧出的烧鱼皮和汁都没那么漂亮 炉火正旺时 香气一飘开 老店经营做的都是街坊生意 街坊们几乎个个都是美食家 对烧腊尤其挑剔 比起赚钱 金师傅更在乎他们对食物的肯定 每逢之家人 是我们厨房最忙的时候 就是你好像这些工作状态 就连黑人才可以挨到的 十一点四时 伤胃窗的锄灯准时打开 烧鹅 脆皮烧肉 蜜汁叉烧 油肌一一上架 最后一道工序 斩烧鹅 每一刀都有讲究 开赌 分上下装 去油脂 斩剑 鹅身的厚薄不一 每一刀的力度也有区别 锦师傅每天都重复这一系列动作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每天来回于烤炉与砧板之间的路 他走了二十六年 现在做我们这一行呢 是没有多少个人坚持得都可以的了 虽然这里如果真的沉稳住心里做的话呢 肯定会做出另外的石头最棒的味道 在老广的餐桌上 除了食物本身 能给味蕾体验到千变万化的精细外 食材的培制和手艺的传承 更是让人无比折服 豆腐 以及多变的形态 丰富的味感 在中国人的口中穿梭了两千多年 清清白白的外形 几乎是他给所有人的印象 可在广东少观的张世珍 豆腐在当地人心中落下的 是另一种印记 这个黄豆腐吃起来 它是皮脆肉嫩的 为什么它堪称越北一绝呢 因为这边逢年过节了 就必须吃的一道菜 欧际行口中的黄豆腐 堪称越北一绝 觉得不单单是外形 觉得关键在于 它那让人难以想象的制作过程 没产生什么经济效益 所以我爸上世纪那个九十年代末 他就已经放弃了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苦累但没有丰厚回报的火 渐渐被人们遗弃 张世黄豆腐也不例外 但是也总有那么一些 有想法有毅力 用目标的人 想继续传承 祖辈留下来的绝活 36岁的欧际行 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有一天我看到有篇这样文章 为什么我们中国没什么百年老店 那我想一下 我在外面漂泊也累了 想回乡创业 想找一个 就是属于我们当地 有百年历史特产小吃来去做 所以我就回乡做黄豆腐 从开启豆腐人生的那天起 欧际行每天都会在下午一点 准时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 制作黄豆腐的第一步是选豆 黄豆的好坏 直接影响豆腐的出品 带黄豆经过两个小时的吸水膨胀后 欧际行开启了打浆机 豆河水的调配 磨浆机转速的快慢 完全掌握在欧际行的手中 打浆 煮浆 绿浆 点石膏 一系列的工序 跟普通豆腐的制作 没有太大的区别 接下来的步骤才是细肉 在豆花放入模具之前 欧际行和父亲得以最快的速度 把小麻布规范地铺在 模具上的每个小方格里 完成所有模具的准备后 豆花刚好成型 打的时候要打得均匀一点 不可能太大块 如果太大块的话 它就很容易抱的 第一次你先抱一边 它一边走水一边成型的嘛 等它走到水之后 又掉过来 又从第一板的时候 把它抱成型 最后一板豆腐包裹完成 第一板豆腐刚好成型 可拆布 这个无缝衔接的过程 由不得双手多停留一秒 接下来 要准备给豆腐上色 黄豆腐的黄 并非食用色素的化学作用所致 而是取决于当地的一种野生植物 黄芝籽 这是做黄豆腐的第三个黄芝籽 就是用大锅来煮的 先把这个黄芝水倒入圈 等它豆腐均匀上色 因为黄芝籽 它就具有清热下火的功效 小豆腐在热水的催化下 慢慢吸收了黄芝籽的色素和精华 待小豆腐浮起水面时 就可以起锅了 然后被统一安排到空调房里乘凉 这个就是我煮好的豆腐的储存件来的 要等到它滴干水 第二天才能去烤的